這位先生 你有沒有功德心啊 我在看電視 你在我面前做伏地挺深 影響到我轉台 客廳是公共區域 你可以看电视 我为什么不可以 但是 你影响到我转台 你影响到别人就不对 那你现在影响到我 OK了 为什么这电费这么贵 为什么当夏天吗 我看一下 Perry先生 你整天都在家 是不是一起开冷气 难怪这电费这么贵 而且这样很不环保 你以后要不要去楼下便利商店 吹冷气算了 你不要冤枉我 我没有一直开冷气 我通常是开两个小时就关掉 等到真的是很热 拜托 冷气一下开一下关很耗电 你到底有没有尝试的 你真的很爱计较 这样不行 那样又不行 雨昕姐 你干嘛 你根本就装死吧房东先生 电费这么贵 你要不要查一下谁是罪魁祸首 公平一点吗 你是要怎么查 这很难公平啊 那我也可以说 你每天晚上在用那个美腿按摩机 那也很耗电啊 就是 冷气才耗电 而且我的美腿按摩机 睡觉前才用一下下而已 你要说我 那你自己的房间跑步机 不是更耗电吗 所以说 不要那么爱计较 这扯不清啊 哎 你们在干嘛 好吵哦 再说这次电费很贵啦 哦 哦 那不过没关系哦 我才刚搬过来而已 所以这次的电费 不考个事 哎 杰鱼 嗯 我跟你说啊 这个筷子 真的是很好电的 所以咧 真的用吗 人家肚子饿 想要吃泡面 我是好心提醒你 要不然 冰淇淋就不太好了 哎 你少在这边抢玻璃剪啊 对呗 只是煮个开水 最好这么好电啊 哇 停电了 哇哼 看吧 哦 怎么这么热啊 是没开冷气吗 对啊 真的好热哦 Oh my god 你们在干嘛啊 哎 你干嘛不穿衣服啊 是不是有心 就很热嘛 很热很热 就开冷气啊 为什么不开 是你说的啊 开冷气很耗电 那现在就省电啊 完全就是这个鱼箱的效果 拜托你们 这样不开冷气 那我们俩怎么办啊 你也可以不穿啊 I don't care 呃 那我才不要了 变态 恶心